很多人都想要缺约用电脑 但是却都一直省不下这个电费 我们带你来看台北线就有一个社区了 过去呢一直对居高不下的电费 他们都很头痛 直到去年底呢 住户之间他们推动了所谓的节电概念 而且哦他们自发性引进设备 像是呢在屋顶上装设太阳能板 还有风车发电 让这个公共的用电脑 一个月可以省上一半以上 而且住户呢还把自己组装器材 把这个成本省到最低 就连台地人员上门检查的时候 都认为哦这个社区的节能概念 几乎是全国做的最好的 屋顶上挂满风车转啊转 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布置小朋友的儿童乐园 不过看仔细一点 这风车可是分成好几种 有垂直式还有水平式 再往旁边观察 这屋顶上加装了太阳能电板 原来这个社区正在进行 另类的节能措施 不但省电还利用自然环境发电 让所有住户都受毁 一般都是从大供电来做节省换灯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 让所有的住户体会得到 过来我们才慢慢逐步到小供电 由大到小节省电费 大家一起来 但这些设备可不便宜 光是太阳能电板 欺骗造价约十万 每天至少可以供应五个小时能源发电 再加上公共空间的地下停车场 改装省电灯泡 零零总总大概花了将近一百多万 十三年的中型社区要改变 就得自己来 有住户负责研发 有人卷起袖子自己装 目的只有一个省钱 太阳能加上风力发电 等于自己创造能源 再回回给社区住户 虽然全部回收得等上三年 但他们已经得到台电肯定 未来按照这个模式陆续推广出去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